同學好,我們看到103學測第一題 請問下列哪一個選項等於log2的3的5次方 這題是個基本題 只要對數的運算性值稍微清楚的同學 很快就可以從選項中發現答案是1 因為對數前方的係數 我們可以把它搬到裡頭 當作幀數的次方 同樣幀數的次方 我們也可以把它搬回到前頭 當成是對數的係數 這一題有些人不小心選到A選項 我們來看一下 5乘上log2的3次方 我們利用對數的運算性值 將5搬到裡頭的次方位置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這兩個數字有什麼不同 其中2的3次的5次方呢 次方部分是3的5次 它的值是243 所以就等於2的243次方 底下2的3次括號5次方 它其實就是5個2的3次方連成 所以總共有15個2連成 所以就等於2的15次方 這個值跟題目所說的不一樣 所以說我們就選A選項 A選項是錯的